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今天跟大家示范炒四宝 四大天王大家都听得多 它材料帮四大天王是差不多 可是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炒四宝主要的材料 就有茄子、羊角豆、甜豆 跟这个豆角的 配料就是有大虫、红辣椒、蒜头 跟虾米的 好,首先我们就处理茄子 茄子我们削一削皮 不用削到完的 头掉 然后切 这样,角形的 不要太大块、不要太小块 刚刚好 怎么样叫刚刚好?就是刚刚好一口 一口就是刚刚好 OK,放一点 羊角豆 切头 切尾 好,然后我们卸刀 切尾四分 好 然后大葱呢 大葱我们就切丝 OK 半粒够了 红辣椒 红辣椒 不要啦 种子我们是不要的 然后把种子去掉 切一半 然后切丝 有点美啊 够了蒜头拍拍 多成米 好,可以炒了 OK,调味料部分呢 我们有一茶匙的蚝油 三分一茶匙的鸡精粉 一茶匙的糖 少许盐 一汤匙的酒 半汤匙的酱油 那首先我们就要开油锅 油一定要够烧 我们才可以放茄子去炸 否则就会含油 好,可以炸 炸到差不多上色了 我们就加入 角豆跟羊角豆 炸到五秒 然后再放甜豆 立刻起锅 好,炸了锅我们就要飞水 OK 好,飞水的目的呢 就要去掉了 油 OK,倒许油开锅 先炒香大葱蒜米跟红辣椒 OK,炒香后呢 我们就放虾米 再炒香 放蚝油再去爆一爆 炒水 给菜也放下去了 再炒一炒 放调味料 最后呢 就加入这个酒跟生抽 开火,加下去 炒水的鸡粉 再来一点油 再来一点油 OK,好 好,炒四宝完成 那炒四宝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那个茄子 茄子 要拉锅油 飞飞水 它才够软 如果是其他的菜就容易啦 平时你们能炒习惯的嘛 然后如果喜欢吃臭豆的 可以加入臭豆 来代替那个甜豆 那锅整个麦香呢 就是靠我们切的那个菜 切成它的什么形状 它的大小 好,均不均匀 然后呢 炒出来那个菜的亮度 就是靠我们勾芡的时候 勾芡不可以太浓 也不可以太水 太水它就会飙水 太浓的话 看上去好像 这样无一块块 这样就不美了 所以勾芡那步骤呢 大家要比较小心一点 好,开水一点 放少少 不够可以再加 好,多了就没有人救了 OK 那喜欢这道菜了 把它分享出去 按一个赞 我们下一集见 然后记得交功课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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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